毛衣岛 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第二岛屿 位于夏威夷主岛和檀香岛之间 人口约10万人 岛上的那海那镇是著名的海滨度假小镇 2023年8月8日 那海那镇附近的森林里燃起了大火 当时正好有大风 导致火势极为狂猛 以每分钟1.6公里的速度 迅速蔓延了整个小镇 普通人一分钟能跑400米的够呛 而一分钟前进1.6公里的大火 你想一想就知道 这个火势到底有多恐怖 火势来袭时 没有任何居民收到过官方任何形式的警告 当地政府曾经花费重金修剪的大量警报器 也是一个都没有响 整个小镇被烧成了夏年这个样子 火灾现场的温度高到足以融化钢铁 而很多人直接被困在火场里没有逃出来 只有100多人幸运跳入了太平洋躲避火灾 大火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亿美元 大火是天灾 可以理解 地方政府没有预警 也勉强可以理解 但美国政府对这场大火的处理方式 却非常匪夷所思 贸易党虽然小 但是有消防员 也有完善的消防设备 但在大火来袭的时候 所有的消防员都会派去 所谓富人去的豪宅了 穷人去的房子任由火灾蔓延 根本无人打理 穷人去的房子 哪怕隔着马路 都可以被火使轻松点燃 然后成为灰烬 而富人去的房子就不一样了 哪怕和被烧成灰烬的区域 近在之去 最后居然去连草坪都是绿的 火灾来袭时 岛上所有的消防力量 都被调集过来 保卫他们的豪宅了 力量强大到豪宅区一根草 都没被烧毁 还有另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方 就是灾后的处理 大火是8号烧的 火是很猛 但也烧得很快 毕竟一个小镇的面积也没多大 一会儿就烧完了 接着8月13号 美国政府只宣布了96人 死于夏威夷大火 另有1300余人失踪 同时 搜救面积仅占废墟的3%左右 到了8月16日 死亡人数上升到107人 失踪人数还是1300余人 我就纳闷了 毛一道就那么大一点 被太平洋完全包围 没有船和飞机 根本不可能有人离开 今天已经8月17日了 距离8号的大火 9天了 这1300人到底是怎么个失踪法 这9天不吃不喝 在这么一个小岛上玩失踪 还有那3%的废墟搜索面积 拉海纳镇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还都是平房 足足9天了才搜索3%的面积 每天就只搜出来几具尸体爆死网 隔壁一步支援的夏威夷主导上 就是美军太平洋舰队的驻扎地 总共有两个航母战斗群 和6万美军士兵主守 还有上百艘军舰和无数运输船 及医疗船等 是美军最庞大的军事基地之一 毛一道大火烧起来的时候 这支庞大的海军部队 纹丝不动 毛一道大火都烧了9天了 这支庞大的海军部队 还是纹丝不动 连去搜索废墟 看看能不能紧急抢救几个人的尝试都没有做过 夏威夷主导上 可以直接看到毛一道的浓烟 而这9万美军部队 就一直在旁边欣赏浓烟 看着尽在直指的老百姓去死 因为没收到让他们驱救的军令 而军人敢善离职守 反而是违反美国法律的 哪怕你是去救人 也是违法的 所以美国的9万军人纹丝不动 哪怕里面有几千个心怀善念 想去救人的 也不敢动 美国政府为什么不出动旁边的军队去救人 因为救灾从来都不是美国政府的义务 所以当然不会下令军队去救老百姓 有一个冷知识 在美国除少数富人区 统一缴费购买了消防服务外 全美国的消防业务都是私人承包 救火是要收费的 如果你提前购买了消防保险 那么消防员会竭尽全力的救援你的房子 如果你没有购买消防保险 那就不好意思了 甚至出现过消防员抵达现场后 发现没有保险 然后袖手旁观看着大火燃烧的新闻案例 为什么这次毛一岛的富人区安然无恙 连根草都没烧着 而富人区被彻底焚毁 最大的原因就是 富人区买的是最好的保险 是当地消防员第一优先级的保护对象 既然按规矩 穷人区的火灾连消防员都不会去管 一切都交由市场化私人负责 政府为什么要管 政府连灭火的义务都没有 那就更不可能派出军队去救火了 不可规矩啊 而搜救这活也是消防员才能去做 毛一岛的消防机构是私营的 老板为了解决成本 只派了几个消防员带着搜救犬去救人了 后来东宝人士还抗议说 消防公司的老板虐待动物 干脆连搜救犬都撤回了 就派了几个人慢慢罢了废墟时间 所以9天过去了 才搜索了3%的废墟 1300多名居民没找到人 也没找到尸体 只按失踪处理 这不是天灾 这是典型的人祸 完全是美国体制问题导致的 消防这种事就不能自由化 但更匪夷所思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就是美国媒体对这场大火的报道 就在夏威夷大火的前几天 中国的津津一地区 刚刚遭遇了超级台风 杜苏瑞的袭击 一场超级暴雨导致的洪水 席卷了华北地区 对于这场洪水 BBC新闻立足于具体的人 详细描写一个 被洪水袭击的中国家庭的遭遇 用大量的形容词来描述 这户家庭的悲惨 同时配上了灾区的近景尽头 中国人在BBC的眼里 是大邪的人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珍贵财富 而在对夏威夷大火的报道中 BBC新闻对于无数悲惨的家庭 视若无睹 没有采访任何一个家庭 只报道了几个冷冰的数字 而且只拍手火灾的远景 那些被活活烧死的美国人 只是招聘上一个微物足道的像素 已经被找到的尸体确认烧死的100多个美国人 以及足足9天还生死不止的1300多个美国人 BBC没有丝毫兴趣 了解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 也拒绝报道 甚至新闻标题还特地写称 野火摧毁了毛衣岛上历史悠久的小镇 拉海纳 在这种人间惨剧的报道中 还能用出这种美好的形容词 也真的是挺厉害的 对比下 BBC前几天报道中国红石的标题 两个中国家庭在水灾中 家破人亡的悲惨经历 现在的情况是 足足1300多个美国人 被10个成年人高的火浪给吞没了 9天了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只有一百人找到了被烧成焦炭的尸体 但是没有一个欧美媒体愿意报道他们 这件事就非常奇怪 明明BBC收美媒体 明明是美国人花钱养大的BBC 但在BBC的眼里 中国人才是人 美国人不是人 目前在美国网络上 关于夏威夷大火点赞和流量最高的 是下面这个帖子 一个女性抱着一只小猫的照片 说这只猫是从大火中救出来的 这猫干净的 好像刚从谁家借来的一样 几千栋房子都烧成炭了 这猫居然连根毛都没有交一根 真的是神迹啊 猫一岛上很多幸存的美国人 拍摄了灾后的视频和照片 但流量寥寥无几 根本就得不掉传播 被严重限流 很多视频必须被搬引到中国之后 才能被传播开 欧美媒体把控了整个舆论界 只愿意大肆制造和传播 关于中国的谣言 其他的一概不传播 然后借由远程养殖的职人之手 返下到中国 美国富人区的防火墙是由付费雇佣的消防员组成的 而中国的防火墙 却是由一道细气的蓝线组成的 当地所有的军力和警力都出动 再加上数万群众集体被物资上山的支援 才在八天时间内 把重庆的山火给硬生生的灭掉了 而我们万众一心灭掉山火的壮举 在职人的嘴里却成了轻飘飘 可以随手搞定的事情 人家加拿大只要随便出动几架消防飞机 就可以灭掉的山火 换我们中国却需要出动几万人才能灭掉 真的是太落后了 但实际情况 却是加拿大在2023年 发生了超过5600起山火 连灭火的努力都没做 眼睁睁的看着山火燃烧 坐等山火自然熄灭 就在今天 加拿大还有1115起山火正在汹汹燃烧 2023年刚过去八个月 加拿大山火烧出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已经超过了惊人的11.2亿吨 相当于整个非洲足足四年的碳排放量 相当于全人类2022年 碳排放量总量的四分之一 而且还在以每个月1.5亿吨的速度 持续暴增 结果好像无事发生一样 全球的媒体都静悄悄 足足5600起山火 好像只是一个数字一样 足足11.2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好像也只是个数字一样 当年我们中国可是只有重请一个山火呀 就闹得惊天动地的 中国人搞定山火那不是新闻 因为太长见了 欧美人搞定山火那才叫新闻 因为太不长见了 中国人的命真的是比美国人的命高贵太多了 美国人只配成为BBC的一个数字 一笔带过 和尊贵的中国人得到的详细描写 所占用的庞大篇幅 完全无法比较 甚至一只猫都比美国人的命高贵 都比惨死的美国人得到的关注和爱护要多 这好奇怪呀 难道不该反思一下吗